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才是勇敢者的游戏 而就在黄河岸边的汽口古镇附近就有一处非常险的河滩 船行到此时有九番 但是当地却偏偏有一群人会划着小船冒险穿越这片险滩 当地人把它叫做闯气 据说这种风俗已经延续了近三百年 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要冒险穿越危险的河滩呢 这座古镇背后又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从西至东绵延五千多千米 其中步伐各式各样的眉际 而汽这种地形也是黄河流域中的一大特色 在近山大峡谷中 九区黄河蜿蜒流淌 老牛湾汽以俊美俗称 虎口汽以步步而闻名 流亭临县所在的河段则以大同汽为名 曾经的黄河船夫就在这惊险的大铜汽冒险闯气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 这段河道上一直保留着这种危险的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闯气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这段激流险攀 却吸引着众多漂流爱好者前来挑战 每一个在黄河上行船的船夫都知道气的威胁 而气口镇一旁的大铜汽 更是船只不敢靠近的地方 在气口镇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谜言 黄河大铜汽 河草滚激流 白昼声声雷 夜晚听气好 大铜汽的危险在气口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是也有一些勇于冒险的人 他们驾船行驶过大铜汽 当地人将这种古老的风俗称之为闯气 据当地老人家 古时候大铜汽是绝对不能行船的 进入这处河段如入虎口 谁也别想活着出来 黄河水从高处飞流滚下 形成巨大的冲击力 明石暗礁 河草坎坷 久久连环 波帆浪涌 破船要是进入大铜汽 不是被打烂 就是沉没 人们又给它送了个绰号 叫虎口汽 俗话说 行船靠舵手 拉欠平脚板 大铜汽是黄河水路的咽喉要冲 在黄河上行船走过的客商 无不知晓气口这个地方 现在的我们也许很难想象 古人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 又为何选择在这样的险境中行船 更令人不解的是 一座波具规模的古镇 就坐落在这一段河潭边 那么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 怎样的联系呢 为了解开其中的秘密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临县气口镇 一探究竟 气口镇距离下游的湖口瀑布 169千米 地处临县县城西南48千米 位于晋险大峡谷中段 秋水河与黄河的交汇处 古镇距离西侧的大铜器 1.8千米 麒麟滩2.6千米 考察组在气口镇岸边 发现了一条破旧的木船 据介绍 这条船就是曾经创技时留下的 为了更进一步寻找创技的线索 记者决定进入古镇 穿梭在古镇的老街上 记者无意间发现了一家 卖葫芦的店 而这葫芦上所绘的图案 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好像还在画着呢 对 你好你好 你好 哦 哎呦 创技是这么个样子啊 对 哎呦 这些人 你瞧这个胳膊 这个使劲的权力啊 你看这个面部表情都有点 对 都扭曲了啊 对对对 与雕刻工匠交谈后 记者得知了一些 关于创技的故事 创技并非一件意识 其中的危险程度很高 原来 创技文化的遗存无处不在 打听得知 现在古镇上还有人 在进行着这项古老 而危险的民俗表演 设置组通过走访还了解到 人们为了渡过黄河 曾掌握了好几种行船工具 比如羊皮筏子 渡船等 但是七口镇自古就只有通过木船 来穿过血潭 那么这种创技所用的船只 有什么特点呢 为了亲眼目睹到这种船只的模样 在老乡的带领下 记者找到了镇上 续带造船的刘氏兄弟 我们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船 了解一下这个船 这个船听说是您造的 对 那您想想下面这个大同气 是不是也发生过很多危险呢 是 我们小时候假常见的船 有时候船在车上就碰到手 头上打碎 就打碎了 据介绍 过去的船都是纯木制的 寿命一般在三到四年 而令记者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的船只大致相同 对于在黄河上货运的船只而言 不管用什么木料 都只能用三到四年 而要在黄河上安全行船 靠的就是老烧工对于河水水情的判断 记者跟随向导回到了老街上 恰巧碰到了闯气人李氏喜 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 他愿意为我们展示一次闯气的惊险过程 李大爷告诉记者 由于闯气存在极大的危险性 能不能闯气还得要看看 大统计的水情合不合适 而每次查看水是水位 都需要划船去对岸观察一番 每天就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闯 得看水情 那可能这水路跟害路不一样 对吧 对 你害地什么都可以走 水路不行 而且这水路我发现还总在变 对对对变化 通过交谈设置组合之 水情对于能不能闯气影响很大 由于水下暗焦淋漓 水小的时候船只容易撞上暗焦 水太大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闯气 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与李大爷来到了陕西省 武补县拐尚村 距离气口阵1.8千米 眼前的河水显得更加湍泽 它这个水面好像也没那么大危险 知道吗 就是急 要你爱教室多吗 原来对这一段河道突然变窄 使得水流加速浪潮翻滚 所以看上去很凶险 那个水浪为什么会翻起来 下面这不是一块石头吗 下面是石头 这块石头 这块是最危险的地方吧 对对对 常年在黄河上行船的人 都会通过波浪的高低程度 来判断水情 当水流冲击到石头上时 它激起的浪花就很高 说明水下有暗礁 而波浪小的地方 说明水下暗礁不多 所以根据浪潮的高低 既可以判断出 这一区域内的暗礁的数量 又能观察水流大小 不仅河道突然变窄 翻滚的河水下面 还密布着看不见的乱石 船只行驶在这样的河面上 确实令行船的人 感到恐惧和害怕 通过走法 记者了解到 闯气的历史 已经在这座黄河岸边的小镇上 延续了数百年 那么当地百姓所说的气 会在什么地方呢 在如此湍急的河段当中 闯气人会选择 什么样的行船路线呢 船夫们冒险闯气 又是否和岸边的这座 气口鼓镇有关呢 虽然曾经多次成功闯气 但李大爷仍不敢有丝毫怠慢 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查看水情 李大爷找来了一位老烧工 以确定最佳的闯气时间和行船路线 在观察一番后 老李告诉记者 在闯气时 由于两岸礁石众多 他们都会选择在河道中部行船 而闯气主要是架船通过大同济这一段 从上游到下游 水面平缓的区域 大概有五百米的距离 一般船只通过这里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而其中最险的一段 可能只需要两分钟左右就能通过 就在这两分钟的时间里 却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最近河水上涨 水流湍急 现在还无法进行闯气 因此老李和伙计们决定 再等待更好的时机 据李大爷讲 随着陆地运输变得越来越便利 近闪大峡谷的黄河水运 由于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行船货运也逐渐减少 而驾船闯过大同济 变成了气口的一项传统民俗表演 那时的气口镇 由于货运繁忙 烧工和水手们人数众多 甚至有很多伙计 从附近村子赶来帮忙 曾经很多货船 想要经过大同济 都会来镇上 找寻能够闯气的烧工 但是大同济的地形如此险峻 那些烧工们 就能驾船闯过 危险重重的气口吗 这时记者遇到了一位 对气口古镇历史 颇有研究的老先生 王宫 记者和王老先生来到一家商铺门前 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里的门板结构样式很是特别 原来这家商铺的门板 竟然是用拆下来的船板做成的 这不禁让记者感到好奇 这好好的船板 为什么要拆下来做门板 原来这里很多商铺的门板 都是用船板做的 而且不单单是门板 古镇里很多建筑中的木构建 大多数都是用拆下来的船板做的 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船板呢 据王宏廷介绍 曾经的气口镇 店铺商户众多 古建筑林立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商骨旅客过往 日来往船只近百艘 而码头千帆过 驼铃响不停 正是对明清时期的气口真实的写照 但是由于上游水急浪大 导致经常翻船 很多破碎的船板 便顺着河水漂流至此 当地人便捡来做门板 原来这处黄河浅滩旁的气口古镇 曾经是一座商贸繁荣的小镇 那么古镇的兴盛是否得益于那种古老的闯气呢 在随后走访当中了解到 记者发现对于闯气来说 水域条件和路线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也是关乎闯气能否成功的关键 但是眼前汹涌澎湃的大同气 也让队员们十分不解 黄河流过九十九道湾 为什么偏偏在这里形成了大同气这样的险滩呢 那么大同气的险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难道与气口古镇所在的地理位置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气口镇背后的种种谜团 也引起了许多地质学家的关注 为此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的严君平教授 也来到了这里 与地理中国设置组一起 对气口镇周围的地形环境展开考察 严君平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对黄土高原和近陕大峡谷有着深入的研究 严教授在气口镇周围考察一番后告诉我们 气口镇正好处于黄河的拐弯处 西侧是黄河 东侧是秋水河 而古镇恰好处于两河的交汇处 向导告诉我们 在距离气口镇七侧1.8前米的地方 就是非常凶险的黄河二气大层气 据严教授推测 气口正好处于最险的麒麟滩旁 由于上游收口 导致了河道收紧形成了险滩 那么船只无法继续前进的原因 是否与大同气有关呢 为了更进一步考察大同气与气口镇的关系 严教授和考察组一起前往距离气口镇 西侧2.6千米的麒麟滩 站在麒麟滩上 眼前的大同气汹涌澎湃浪潮翻滚 严教授告诉我们 这些堆积的鹅卵石 使得流进这里的河水变得湍急 据向导介绍 大同气的险 在黄河对岸的陕西一侧 看得更为清楚 为了一探究竟 考察组决定乘船去河对岸查看 车质组跟随专家跨过黄河 来到了陕西省武补县拐上村 这里距离气口镇1.8千米 眼前的景象与在麒麟滩上看到的完全不同 原本宽过的河道在经过气口镇后转弯 然后突然收紧 考察组继续沿着黄河边考察 你看听声音就非常大 我们在上面的时候河流没有声音 到这个地方你看糊糊糊地响 落差还比较大 严教授告诉我们 这里的河面曾经有400多米宽 而河对岸七林滩的石头 压缩了河道的宽度 如今河道已经被挤压到了不足100米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麒麟滩上碎石密布 一条支流位于麒麟滩的东北方向 大量的乱石正是从这条河流冲刷而来 由于附近支流冲刷而来的乱石 河道在流经大同济时 骤然变窄 突然下青 平静的河面顿时变得波涛汹涌 响声震天 更可怕的是水下 那里暗流涌动 乱石林立危机四伏 在过去 旅有船只触礁翻尘 所以很多货船行到此地时 都要在汽口镇靠岸 以免发生危险 据有经验的烧工家 当年很多船夫都会谈气色变 当地人都称那里是 黄河河道上的贵门关 严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在大同济所处的河床上 其实有一个抖坎 河水从上游到这里 短短500米的行程 落差却能够达到10米 所以 河水流到这里时 就会变得异常湍急 其实 这里曾经是一个瀑布的悬崖 原来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形成瀑布 由于石块受到河水 不断地侵蚀而剥落 所以悬崖不断地往后退 而这个地方的落差变小 就无法形成 像下游那样的湖口瀑布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老李决定闯气 船夫们先将沐船 拉至上游的岸边 等找好路线后 便开始闯气了 一条载重沐船 老烧公立在船弦 身躯在波浪中飞荡 几名水手默契配合 木船在惊涛骇浪中 上下冲撞 浪雨中的水手 奋力与着浪搏斗 呐喊的耗子震天动地 当年的闯气 附近的船夫烧公们 练就了一身 在湍急河水中 安全行船的硬本领 这种技能和风俗 一代船一代 如今成为了气口人 无谓艰险 敢于拼搏的精神向 老李和水手们 再一次精心动过地 闯过险滩 一次次提心吊胆 一次次跨险为夷 这就是黄河船夫们 拼搏的精神风貌 无不令人感到震撼与近乎 考察到最后 专家告诉我们 气这样的地形 在黄河上还有很多 比如著名的湖口瀑布 就是黄河上的第一大气 查阅资料后我们发现 据古书记载 积水为湍 积石为气 这气字的意思是 潜水里的沙石 因为气口阵所处河道的河床 多为石质 所以也被称为石河 而气口阵 也因这凶险的大铜器 而得名 通过对古镇上 不同寻常现象的考察 以及大铜器 麒麟滩的考察 我们得知 黄河水运 因大铜器而受阻 同时气口阵 也因大铜器而受益 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 生活在气口阵的人们 不但没有被汹涌的 黄河水所击退 反而利用了 大自然得天独厚的优势 发展水运 充分地展示出了 古人的地理认知 与生存智慧 专家告诉我们 这黄河沿 还有许多殷器得名的地方 比如龙口器 老牛弯器 翻人器等等 不下二十余处 同时在气口阵附近 有大大小小十三个渡口 上游二十里有高架塔 下嘴头 再走十里有补泽玉 他们都被靠了梁山 但都没能够成为马头 千百年来 这些渡口中 只有气口阵 成为一座水汉马头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才能够得上 咱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